来看看我们今天来哪里了 后面几个大字 国立武汉大学 没错 今天我们来武大了 提前预约好的 然后在那边大门口进来 就是想带大正乌小正乌 他们感受一下 国内一流大学里面的氛围 在农村眼界总是有限的 多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开阔一下眼界 这里面的人真的是特别多 我估计很大一部分都是带小孩子过来的 你看好多小朋友在这里 这边是五大的校训 自强红业求是拓心 现在我们在这个狮子山上面 这里是武汉大学早期的一栋楼房 现在应该可以做成文物了 然后后面 这里是五大第一任校长王世杰的雕像 他们在这里合个影 第一任五大校长王世杰 他是这个湖北重阳的 咸林重阳 中华民国23年国立武汉大学建 这里是个图书馆 我还以为这里是办公的地方 给两个老人照个照片 进这里面来 留个念 这里是武汉大学新政楼 就是以前是办公的地方 现在估计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人在里面办公 有没有知道的说一下 这些老建筑现在慢慢的都要变成文物了 都是受保护的文物单位了 刚才还有位老先生坐坐轮椅到这边拍照 现在我们来到了洛家山上面 提起洛家山 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洛家山是武汉大学的一个代表 然后这边是洛家山上面18栋 是我们的建安的周总理的故居 现在这里已经是中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现在到五大法学院了 刚才有个师傅说 这里是就是中国第二法学院 然后法学院对面是外国语言文学院 这里面的都是天之骄子 在这里面上学的 现在里面也基本上都转了一圈了 因为今天是晴天天气比较热 该转的地方都转完了 我们就准备要收工回去了 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大学里面的这种氛围和这种环境 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好好学习 就考一个比较好的学校